麵線根 麵線根是許多人愛吃的傳統小吃 不過您在基隆有試過站著吃麵線根嗎 帶您一起去看看 站著吃的味道更好吃 坐著吃吃一碗而已 站著吃吃三碗 站著吃也有一番風味 真的特別好吃 這裡是藍龍路一條巷子裡 下午兩點半營業時間一到 就陸續有民眾圍著這個路邊攤吃麵線根 不過所有人都是站著吃麵線根 原來這家已經經營四十幾年的老攤 根本沒有準備椅子讓客人做 我們人要停車 對 你不可以跟他爬上看 爬上看就不能停車 對 不煩惱人家說沒有餘餐吃就不要來吃 對啦 有人家都吃了一四個去吃 因此來這裡吃麵線根不是站著就是蹲著 不過老闆卻不怕客人因此不上門 因為很多客人就愛站著吃的感覺 站著吃就有那種新鮮感 可是三十年來都沒有改變都沒有一直做 可是就是要保持這種風味 即使是一開始不習慣的客人 吃過後也會習慣 因為剛才站著吃的感覺 有時候站著吃的感覺 你叫他站著吃的感覺他沒關係 對 他覺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 如果吃這次過他又會有關係 甚至有開著賓士等名車的大老闆 也願意站在路旁吃 只為了這碗好吃的麵線根 人家這裡可以保持 保持姐跑車 美町的便宜也有 保持姐也有 保持姐也有 都有啦 普遍 這個賣幾十年了 有的小孩吃到老 現在有的發電 衣服要切 有的也要過來吃 到底是什麼樣的麵線根 讓不管是大老闆 或者是市井小民 甚至是愛美的女性 都願意站著吃呢 首先是麵線的部分 就是他的麵線 就不會讓你覺得會糊糊的啊 就是麵線的 就是吃起來 就是覺得那個 一條一條的就蠻分明的 麵線那麼多 你本來有的鑽湯嗎 這都是麵線 對 比較實料 麵線是秋冬的 秋冬吃起來 麵線比較軟 比較軟 比較重 我們的麵線比別人更厚 所以你就是要一直拉 不然會炒火炸這樣 魚丸根的部分也很特別 有大丁 對啊 口感不錯 就它裡面這個有包那個腸子 然後就很Q 然後很香 那大丁就是Q 有在Q度 我們家都到處處處處 對不對 Q度 早上去地點 在大丁當中的餅 當中的餅乾 然後用乾淨去切切 然後剝花爆魚針 裡面用大丁這樣 除了包大腸 更特別的是 還有包其餘塊的魚丸根 因為以前是都大丁 大丁現在 我們這都地點現台現狀 後來說 不可以把我們灌水 灌水我們就沒用了 所以肥丸比較少 不夠用了 只有用雞 包一塊 一塊塊塊 原本在台船雞湯廠工作的老闆 因為不冷心 年紀艦長的父親太過辛苦 毅然決定離開台船 回來繼承家業 雖然一個人主面線 包一彎根很累人 不過老闆還是堅持 繼續以擺攤子的方式經營 也讓喜歡站著吃的老客人 可以不斷回味 這傳承四十幾年的家鄉好滋味 記者 張祺彈 基隆報導